我們可以製造數以百萬計的音樂 我們可以Mix them up 我們可以把它們混合在一起 把這些元素混合在一起 來做來製造數以百萬計的行為 然後他可以製作一個例子 他說like this so do la ba mi do re 然後他說 so do la ba mi do re so do la ti do re do 但事實上 事實上他在這邊已經展現了 傳統作曲法裡面最重要的一個很基本的動作 就是你要給他一個動作 在這個東西裡面的動作 其實只有兩個 你猜一下 就你猜一下 你猜一下 他跟我玩 很討厭 沒有 就有任何 這個 就是這個 sodo sodo 因為 呃 為什麼咧 對我最近再開玩笑 sodo 我們可以聽到 so do la ba mi do re 我們在這邊聽到的什麼? ソ ド ソ 跟 ド 然後他做了一個 從一個音階 從一個音階 什麼叫音階? 什麼叫音階? 音跟音階間的距離 音跟音階間的距離 他們維持同樣的距離 然後在一個不同的位置 就是說 ソ 到 斗 然後 拉到 斑 然後他們維持同一個方向 咪 ド 然後回到 斑 所以是 ソ ド 拉 巴 咪 ド 斑 斑 等一下跳舞 其實我也是覺得 ソ ド 拉 巴 咪 斑 斑 站起來已經掉了 沒有啦 跟我真的編跑是有真的的錯 對 那到時候就這邊會有一句 然後大家都要穿那個 今生的運動音這樣 我是講真的喔 對 然後老師嗎 然後他在做一個 他根據 已經形成的這個樂句 已經形成的樂句是什麼 ソ ド 拉 巴 拉 咪 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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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對 ソ ド 拉 鐵 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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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時候 在我事實上認為 我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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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只是 他只是 呃 他只是亂搞而已 但是 但是 這個亂搞在 在作曲法上面是有一個專有的名稱 就是 ソ 斗 然後呢 拉 鐵 拉 鐵叫什麼 MIRROR 他給他一個鏡射 然後 斗 斗 然後回來 斗 然後於是 我們可以聽到一個什麼聲音 從最早最早第一個音是什麼 ソ 然後到最後 最後回來一個 斗 所以他做了兩個樂句 這兩個樂句要分別 基本上是同一個動機 建造起來 然後 這同一個動機 這同一個動機 不好意思 因為 我們 建 這可以分別 關掉 好 事實上我們 建造 建造聲音的時候 其實 其實也就是這個樣子 對 ソ 斗 蘇 斗 拉 巴 蘇 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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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可以把它變得多麼不良 我們還可以唸更不良 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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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說的很重要的一個地方是在 我們所認知到的所有的好聽的音樂 那就好比說我們所認知到的所有的每一等人 一樣 他都是在一個特別的條件之中 他都是在一個特別的 context 情境底下 因為某一些特別的 就因為 這樣的嘛 就好比說一個美麗的女人 通常都是因為她喝你去積蓄而已 也就是說 當所有的聲音都好聽了 所有的聲音也就顯得難聽了 所以 就是當我們做這些東西的時候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不可以去貪心 不可以去慌張 不可以去貪婪 我們要把群眾分出來 然後 於是 然後 然後我們要 然後我們要怎麼聽得去檢視我們所說 要不然 東西可能就變得不一樣 然後 然後 所以說 所謂群眾反擊 就是要有層次 事實上我長期以來都聽不懂層次這地方 願意幫我支持 我覺得事實上 這是不是有變過 比如說 情眾 可能 潛力一層一層 反擊 你不是在這樣講 就是 當我在做作品的時候 對我來說 情眾反擊是這樣 就是 我希望讓人家提到的東西 要幫出來 那 是不是要有層次 其實 很重要的一個考慮 很重要的考慮是在於 我們要如何 我們要如何決定 我們要決定它 如何被人提到 你懂我意思嗎 如何被人提到 就好像 就好比說 一個導演 他要決定 一個方面要如何被人提到 我記得 音樂社的目標 他就說 在外場的音樂 就大概要這樣子 然後在外面的音樂 就應該是這樣子 對 簡單來說 我記得 就大家知道侯孝賢 侯孝賢是一個 很喜歡 那種非常長 非常小的鏡頭 也非常遠的鏡頭 拍電影的一個導演 然後我記得在 我看過他一個訪談 好像是一個 日本人訪問他的一個訪談錄 然後他就問侯孝賢說 請問侯導演 在你們的作品中 你怎麼決定 你什麼時候要用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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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我覺得這個 這個畫面是很妙 我覺得他 他陳述 侯孝賢回答這個問題 他在說 侯孝賢聽到這個問題之後 被顯得有點驚訝 然後沉思了很久之後 他說 我想看技術的書 就是 像 侯孝賢 蔡明亮 這種 非常陰沈托拉的 導演技法 其實他有一個 好處 就是說 他可以把層次分得非常乾淨 就是我要給你看的東西 你一定看得到 而且非常清楚 可能是我要給你看的東西 當然 就是 使用這些技法 代表 我要給 就是 他要給你看 那個東西是值得看的 就是 我對 使用這些技法的東西 一些作品 也有一些其他的理解 不過這個 以後再留 但是 我想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說 做作品 是一個非常 非常 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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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寬的力神 它是一個 你去看你的作品 然後 你一直顯 一直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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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當你在做的時候 是 你知道 如果你不顯的話 別人就會來顯 過程 所以 你必須要 一直很清楚的知道 這個部分 我不要讓人看到 這個部分 我不要讓人看到 這個部分 應該說 這個部分 我不要讓人聽到 這個部分 我不要讓人聽到 那 我覺得很多 我聽到 在做作品 很大的問題 很讓我 會知道怎麼講的 就是 我聽到他們有很多東西 真的嗎 我每次都 跟一些比較冷靜 說 說 你拿來寫這首歌的 素材 基本上是一種當 可以 因為我覺得它可以拿來做一種 比較專心 就是 他們不會放 太多 太多 太多的素材 在他們的作品 而導致 而導致 這些素材 反而都顯得 不一樣 顯得 不好聽 那 我認為這是一件 相當可惜的事 我認為這是一件 相當可惜的事 那我也希望 就是 如果 各位之中 有任何人 要 要 要做這樣的事 要做 要做 作品 不管你是做 你愛中國 因為剛才說 他的認真是不會改變的 就是 你可能要先從 凸顯 先從明確的知道 你要傳達東西 然後 慢慢的練習 去傳達出 這些東西的手法 基本上我講這句話 本身就是一件沒有目標的 沒有辦法 但我一時還沒有想清楚 一時還沒有想清楚 我要怎麼樣 好 其實沒有辦法講不乾淨 但是 有人聽不懂 好 你意思說 是不是 先把主角展現 然後不要 一口氣 有幾個一堆 那個 有一點類似 之下 然後不曉得 誰才是主要的分析 有點類似 然後每個都很強烈 就是 起出現 然後不曉得 當年我要開始發展 就一首歌寫了八段 一段都能好幾樣 我聽到 我記得這首歌怎麼唱 對 那 那 其實 其實 我想講 大概有這種事 但是 這是大家今天想要來聽到 今天來想要聽到的 音樂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你覺得 構成 就你來說 你會覺得這音樂 必須要滿足什麼的 我記得啊 就是 你見到一個旋律 一堂 這個旋律 會讓你記得 這樣就是 算好幾個 不是嗎 那 我也很想知道 就是 不然 對 在座的各位來講 什麼叫做好 所以這個就是 你要想說你的音樂 或表現出來 讓人家留下影響 對不對 這樣講 就是 不管什麼作品 不管是不是音樂 他能夠得到流傳 他能夠有 具備足夠的影響力 其實 翻譯成白號文 也就是 有足夠多的人記得 對嗎 我覺得 我的意思是說 這是一個 在我看來是相當基本的 相當基本的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 我今天沒有當作另外一首 我覺得 有一首歌 其實 他 會得到一點 多 有一首歌叫做 忐忑 就是 有人知道這個 有一個大陸人 非常 非常可愛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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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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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弟 六弟 六弟 五弟 五弟 六弟 四弟 五弟 六弟 九弟 四弟 六弟 六弟 四弟 四弟 事實上 我覺得妳平心而論 這個作品其實相當不錯 它其實是相當不錯 只是唱的方法有點乖乖 但是它這個作品是好的 那我覺得 大家忘記一點 就是當時間過去 大家會忘記唱這個作品的 那個很好笑的嘴臉 以及這個作品它本身被 背負太多的搞笑的意味 但這個作品到最後還是會被投降的任務 那我覺得我們剛剛到底在討論什麼 什麼東西在討論 那我覺得其實 這件事情 是很重要的 就是說當它讓你留下很深的印象的時候 我覺得 我們可能不可以侵蝕它的獨特性 然後我們可能不能侵蝕說 我們不肯多多 盡量不要太吊氣 我們不可以侵蝕的作品 因為這 任何東西它也能夠讓我們記住 它必定有它不一樣的問題 其實我們未必不清楚 我們是怎麼記得它